重慶一個七巡掌者苦練口技 可以模仿超過20種小鳥的叫聲 令退休生活增添樂趣 一起看看 重慶這個公園 燒早傳來清脆的小鳥叫聲 抬頭看 但找不到小鳥的蹤影 仔細看發現小鳥的叫聲 原來出自這位小鳥 72歲的李智星 之前是巴士司機 退休後在公園鍛煉時候 聽到小鳥的叫聲就想模仿 開始需要借助手指 經過幾年練習 現在只要張開口 就能發出各種小鳥叫聲 轉到公園就看到腰腳 聽到一聲腰腳 相當不錯 非常好聽 所以就產生了一個 小鳥叫 為了令到口技更加逼真 李智星經常去到大山深處觀察 現在已經可以輕鬆模仿到 布谷鳥、辦購和畫眉等 二十多種小鳥的叫聲 令它頗有成就感 有時候在公園的時候 很多人聽到 你腰腳的好聽 到處在樹上走 所以發現我在吹的時候 都發出感嘆的聲音 直接坐在十一棟的成就感 他說在公園模仿著小鳥叫 經常有人好奇 想要拜師學藝 每次他都悉心講解 口技為他的退休生活 增添不少樂趣 無線電視記者 鄧雲赫報道 再次請教導 再次請教導